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思想 今天北台灣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有感受到天氣狀況 病得蠻晴朗的中南部地區 也是差不多一整天 各地都有見得到陽光 明天天氣其實跟今天差不多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主要就是受到這個高壓籠罩的影響 再加上風向 從原本的東北風 已經減弱成為東風偏東南風 所以各地的溫度都有往上回升 而且都有見得到陽光降雨的機會 也比較小一點點 我們從雨區預報圖上可以看得到 其實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 這段時間全台灣幾乎都沒有降雨 而到了明天只有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其他地方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的天氣 不過也由於風勢比較弱 再加上這個對流比較沒有那麼的旺盛 還有再加上擴散條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要特別留意 有的時候會產生濃霧 而且這個空氣品質也不是非常好 所以建議大家沒有必要的話 盡量不要外出做激烈的運動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在北部地區 明天基隆 台北跟新北 都是晴島多雲的穩定天氣 高溫有機會來到 二十九度會覺得比較熱一點 桃園 新竹跟苗栗 明天晴島多雲溫度是十六到二十八度 夜溫差比較大 台中 彰化跟南投同樣是見得到 陽光的穩定天氣溫度是十七到三十度 再來看到雲嘉南地區 明天同樣都是晴島多雲 溫度是十七到二十九度 至於在高坪地區 明天一樣晴島多雲 溫度是十九到三十二度 是覺得比較熱一些了 再來看到宜蘭 花蓮 台東 都是晴島多雲 高溫有機會來到二十六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 明天馬祖 金門跟澎湖 同樣都是晴朗的天氣囉 溫度是十三到二十二度 好 那麼其實我們要來看到 網友對於天氣方面 有什麼樣的提問呢 有人問說這個陽光露臉了 這個天氣狀況可以維持多久 還有空雲的情況好像滿嚴重的 的確整個西半部地區 空氣品質不是很好 尤其是在高坪地區 要特別注意喔 還有週六晚上開始 東北疾風是不是會增強了呢 的確這一個禮拜呢 到了週六時候 到時候又有另外一波 東北疾風天氣才會有點轉變了 還有人問說呢 中南部地區這幾天天氣狀況 是不是都很晴朗呢 的確未來這幾天呢 整個台灣的天氣狀況 都還算是滿穩定的 所以呢這個降雨方面比較少 還是提醒大家要節約用水了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